話說上期TuneS檔案服務器的影片中 有稍微帶到的小黑盒子Tiny Pilot 就是今天影片的重點啦 如果還沒有看過上期影片的朋友們 請點擊右上方的連結進行觀看喔 Tiny Pilot是一個開源KVM over IP的項目 硬體基本上就是一台樹莓派Raspberry Pi 4 搭配HDMI的擷取器 官網也有發售Tiny Pilot Voyager 以及Tiny Pilot Hobbit Kit的版本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Tiny Pilot Voyager的主體部分 外觀是3D打印的黑色外殼 我剛拿到手上的時候 完全不能相信這是3D打印出來的 質感真的是太好了 除非你細看底部 才會發現3D打印的紋理喔 我們打開來看 可以看到一個很普通的樹莓派Raspberry Pi 4 外接上CSI介面的HDMI擷取卡 搭配上專門打印的外殼以及SD卡後 就是Tiny Pilot的主體啦 那為什麼需要KVM over IP的遠端遙控模組呢? 有什麼需求的人會需要用到它? KVM over IP或者是說IPMI 或者是說BMC 都是伺服器管理的相關工具 幫助網管在遠端進行伺服器管理 我原先使用的IPMI工具就是 ASUS的ASMV4 IKVM模組 因為這款模組年代已經非常久遠 能搭配的主板又是少之又少 算是一款專為特定ASUS主板設計的 IKVM模組 雖然可以用瀏覽器進行IPMI的部分 但是畫面接控跟虛擬鍵盤的部分 是需要在Java底下運行的 這造成我很大的麻煩 因為Java安全性問題的關係 所以只有在Firefox火湖的瀏覽器中 才能順利的從IPMI的介面 下載Console的Java執行檔 下載的執行檔 也只能在有安裝Java的電腦中執行 我這邊使用的是Mac OS 在系統安全性的設定部分 還要指定IP等等的稍操作 可以說是非常的 嗨呀 而且每次遠端遙控 都要重新進入IPMI 下載新的Java執行檔 好累呀 而TinyPilot是非常現代的KVM over IP方案 支援HTML5 直接在瀏覽器下監控畫面 以及虛擬鍵鼠的操作 可以說是好棒棒喔 不但如此 PRO專業版的部分 還在今年5月的時候 推出了虛擬硬碟的功能 完全把TinyPilot提升到不同的等級 而且也因為搭配支持的是HDMI的介面 讓TinyPilot不僅適合服務器 也適合一般桌面系統的遠端遙控 這邊我要把TinyPilot連接到我的TruNAS服務器作使用 我已覺得這邊有內附一個 將USB供電以及資料傳輸的部分 匯整到一個USB-C接口的小方塊 另外這邊也可以控制電源的開關部分 因為我的伺服器主板只有VGA的輸出端 我必須購買一個VGA轉HDMI的轉接器 價格大約是新台幣150元左右 這轉接器也需要USB供電 不要問我為什麼 如果要進入管理伺服器Bios的部分 要記得先開啟TinyPilot的電源 畢竟素媒派開機也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之後開啟瀏覽器的部分 輸入TinyPilot或是內網的IP 這時候可能你的瀏覽器會提示你 Your connection is not private 之類的SSL錯誤憑證 這時候完全不需要擔心 我這邊有提供三個解決辦法 來處理這個問題 WrestleMania 接下來 infection 装飽器用來控制器 我的變成砲 對 Surdo 제로掠不達 emotions 要爭 順利進到主畫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畫面監控視窗 及虛擬鍵盤的部分 整個頁面可以說是簡潔有力 極簡風的極致表現 這邊請大家跟我一起來看 整個頁面的選項跟功能 左上角System這邊 Security的部分可以設定登錄的密碼 下面就是虛擬硬碟可以掛載檔案 座尾、安裝碟等等的功能使用 就連在BIOS底下也可以讀出 這個虛擬空間可以說是非常強大的功能 上載玩ISO檔案後 可以進行掛載或刪除 檔案是存在SD卡中 大家要注意容量的限制 再來下面就是Update的功能 如果使用的是Pro專頁版 官方有釋出的更新就可以在這邊完成 過程中也不要關閉電源 hostnet的部分就類似於機器的名字 更改之後也可以在之前的瀏覽地址的部分 輸入更改完成的名稱進行訪問 下面這邊就是畫面品質的調整 如果今天要以畫面流暢為主 可以稍微調整一下效能 但我這個人只追求畫面品質 所以lag什麼的對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log這邊就是看一下系統的報告啊 有沒有一些奇怪的提示啊 whateve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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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power電源這邊是指的是 tinypilot的電源 不是遙控端的電源 這部分有一點小小的可惜 希望未來可以加入遠端開機的功能 剩下的就是鼠標的一樣 是虛擬鍵盤的開關 全螢幕顯示等等 接下來我們就來測試看看 是否能夠順利的進入BIOS畫面 我們這邊重新開機 並且按下Delete鍵 WOW 順利進入BIOS了 我們來試看看使用 tinypilot掛載的虛擬硬碟進行啟動執行 WOW 太猛了 已經順利的進入我剛剛掛載的 Frostmox的安裝盤 可以直接從tinypilot進行系統的安裝 這功能真的是太好用了 如果tinypilot外加一些功能就更加完美了 例如Share不用另外執行SSH的連線 到樹莓派進行指令下的操作 還有如果可以添加Wi-Fi的選項 畢竟樹莓派Raspberry Pi 4內建的Wi-Fi 不拿來使用真的是有點可惜 這邊我來示範一下如何在tinypilot下啟用Wi-Fi 接下來的指令跟詳細的操作過程 我的會更新到blog中 下方資訊欄也會提供連結 請不用擔心 這裡需要先進行SSH的連線 輸入官方預設的帳號密碼 進入指令行 操作 成功進入樹莓派後 先執行最基本的指令 以確保系統的安全性 首先輸入sudo apt update 完成後輸入sudo apt upgrade 之後可以更改官方預設的密碼 指令中輸入PASSWD 先輸入舊密碼 再輸入兩次的新密碼 新密碼太簡單或是太相似會被系統打槍喔 都完成後先進行重新開機 sudo reboot 等個幾分鐘後 在中端器下 重新進行SSH的連線 我們這邊要使用 樹莓派官方的設定工具 進行Wi-Fi的設定 於是這邊輸入sudo raspi-config 進入第一個選項 System Options Wireless LAN 之後這邊輸入正在使用的 Wi-Fi SSID 以及密碼 完成後按ESC 退出工具 如果Wi-Fi密碼都輸入正確的話 拔掉網路線 重新開機後 就是以Wi-Fi進行連線了 這邊我用Wi-Fi連接到Tinypilot 等於我有了一個Wireless HDMI的工具 雖然解析度會因為 Wi-Fi傳輸速度等等的限制 但我現在可以用電腦開啟OBS 軟體進行錄製Switch的遊戲畫面 或是系統監控錄影等等的應用 不會受到樹莓派SD卡容量的限制 Yay 如果可以支援外接USB攝影機 在Tinypilot網頁下 隨時監控伺服器周圍的狀況 甚至24小時錄影 備份到Cloud也是個不錯的功能 當然也期待未來 Tinypilot功能會更加強大好用 Tinypilot是一個開源的項目 大家可以在Github找到程式碼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一台樹莓派 外加HDMI影像擷取卡 那你完全可以自己架設一台Tinypilot 相關的連結也會提供在下方 但強烈建議直接購買官網的Tinypilot 更加好用喔 好啦那這次開箱介紹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一集的影片會更加精彩喔 敬請期待 也請大家幫忙按讚訂閱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